台北市警察局局长张荣欣遭到爆料 去年5月26号晚上 到一间鱼翅专卖店来参加餐序 那么他当时就坐在这个位置 那么同桌吃饭的 还有万华区的地方角头黄清源 两个多小时的鱼翅宴 遭到质疑道德操守 而张荣欣他就亲自回应 强调黄清源的另外一个身份 是青山公主委 而且当天是应台北市议员陈正中的邀请 讨论绕境的秩序维护 去之前完全不晓得黄清源会出席 两个多小时他真的是如坐针摘 而且事后又立刻向警政署报告 穿的白色T恤戴鸭神帽 角头老大黄清源在桃园机场被拘提 表情轻松冷静 台北市警察 检警彻查和他有关的邦派方明馆十个据点 依照枪炮弹药管制条例 还有妨害自由等罪移送法办 最后他被无保请回 黄清源不但是万华青山公的主委 也是帮派方明馆的角头 身份复杂 就这么巧 角头老大被抓之后两天 台北市警局局长张荣兴被爆料 去年5月26号 两个人一前一后离开中山区的这间鱼翅专卖店 而且同桌吃饭 公务的餐会 我遇到这个青山王公的黄姓主委 还原当天吃饭的那一间独立包厢 主办人是台北市议员陈振中 两边坐着台北市警局局长张荣兴 跟民政局局长陈永德 同桌还有辖区主管单位 地方角头黄清源夫妇等10人 全程两个小时 于赤燕到底说了些什么 公庙的绕境 一定要做约制 不能发生有暴力的这个情形 张荣兴强调是公务 而且两个小时他如坐针毡 同桌的民政局长陈永德 下午备巡时大爆料 说今年初同样的餐宴 差点再吃一次 我一二月要再吃一次饭 对 我说我有事啊 主办的台北市议员陈振中 证实当天是为了讨论一年一度的 青山宫绕境 还跟警察局长道歉 公开的跟局长说 会上的抱歉 未来我不敢再搭桥了 陈振中强调 于赤燕是他买单的 当天还有自己带菜过去 好像很合理的公务行程 去牵扯帮派警察 还有市府官员 这顿饭很容易让人多做联想 观感不佳 记者刘思周聪林台北报道